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新途创业背后的故事 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在奥比斯的时候有个五个人的团队 在做一个项目叫中国培训网络 那么这五个人呢 我们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参与式培训 那么形成了很好的认知的统一 因为通过各种各样参与式培训 我们获得的信息非常的全面深刻 很多大家有不同意见的地方 通过这个三到四年的磨合 大家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所以我们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项目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想不能就这么散了 如果这么散了 大家都各自去找工作了 那么我们四年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战略规划会议 实际上背后就是驱使我们建立这个新途这个机构的 人呢主要就是我们五个人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理事啊 是我们过去的支持者和参与了这个中国培训网络的合作伙伴 那么当然在这里面 我我是最最主要的这个发起人了 那么新途的建立呢 他他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实现我们的 尤其是我在公共卫生学方面的一些理念 那方法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这个机构来叫做新途社区健康促进 那么在民政注册 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在上海浦东 住在这个我们一个理事的这个办公室 当时这个叫应律应律工艺促进中心 创始人是专业林 他在国内也是很有名的工艺的大佬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也刚建立 他们他们也建立 我们就分享share这个会计 然后办公地点也share 甚至他兼任理事长 这个总干事 我在那来主要是负责这个机构的 机构的这个注册 以及前期的这个前期的一些工作 那么理事会来我们有11个人 都是参加了这些研讨会的核心的骨干 每个人呢就就凑了钱 大概总共凑了11万块钱 就注册了这个上海新途 那么住在上海新途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找钱 那么过去几年 过去八九年吧 我们在奥比斯霍伦基金会都是高管 实际上是不不大会为钱发愁的 钱找钱的事是有专门的团队 在香港和台湾澳门呢 他们他们在找钱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花钱 那么一旦进入创业状态 那一切从零开始 我们只有只有这个11万块钱的本金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到第一笔钱 那么我呢那个时候这个家 女儿呢老婆还是在澳大利亚 我呢在在上海待了半年相当于也是处于没工作的状态 也没收入 那么显然我就不可持续这样下去啊 那么我最后呢就是大概半年以后呢 我还是重新这个加入了一个另一个国际组 叫霍伦基金会啊 那么真正在这个运营这个新途的呢 是我们两个上海的同事 那么他们俩是上海人 老公呢都有非常稳定丰厚的收入 所以他们好像也也比较比较愿意啊 比较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呢他们就作为员工加入新途 那么所以这个这个是当时是决定性的一步 如果当时我来继续做新途 比如说我来当总干事啊 来指导新途 新途要么就是活不下来啊 要么就是不一样的新途 那么我呢只是帮他们找到了第一笔钱啊 那么第一笔钱呢是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当时我我我跟那个加拿大基金会 加拿大基金呢做一个评估项目 评估他们的一个卫生援助项目 那评估项目就参加他们的一个加拿大基金的一个会 这个会呢就来了很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基金会的人啊 我就坐在那儿啊 顺便和旁边的一个女士聊起来 是一个外国的女士啊 后来我知道她是德国米兽基金会的啊 然后就在就在问我 我说我要创业啊 他说你你做什么呢 我我说我我想先从培训做起啊 我们是做参与式培训的 然后呢 这个我大概把我的想法说了一下 我说现在我们确实刚开始也比较困难啊 确实需要资金啊 嗯 那么他听完了以后呢 他就承诺给我们十万人民币啊 我们也没写proposal啊 然后我们就就用这十万人民币 在南州做了两个参与式的培训啊 做了参与式的培训 也没有正式的什么report报告啊 这些 那么后来我知道这个米苏尔基金会 是德国很大的一个基金会 他们在这个 他们在这个中国呢 也是刚开始那个时候 可能这个人是第一次到中国 在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 他就遇见了我啊 所以我我我昨天说了这个 我们本来在成立这个机构的时候 我们我们定定位就是要和国外资金脱钩 但是没想到信徒的第一笔资金 还是来自于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啊 我们当时要脱钩 实际上是和奥比斯脱钩 不接受奥比斯的资助啊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啊 那么但是呢 当时也没啥别的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国外的基金会 在中国也也是很多次刚进来啊 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我们第一年呢 我们总共找了啊 我记得是二十万啊 二十万发工资都不够啊 我们基本上也就没有没有什么收入 都是做做项目 零点补贴啊 那么第二年啊 我记得我们是收入了八十多万啊 八十多万 但是也基本上是靠各种项目啊 那么我们理事会里呢 各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专长和背景 我们有一个理事啊 第一个也是我同学啊 叫万少平 他当时在中奥 艾滋病项目是个专家啊 那么他也介绍了 我们在十个这个线 做艾滋病这个干预人群的参与式培训啊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全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你自己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我们这个机构是做艾滋病的 我们还还做了什么贵州的这个妇女儿童的这个健康干预 也就是说项目是很闪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 拿到拿到钱了我们就做项目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思路还是奥比斯那个时候思路的贯彻 直到第三年啊 第三年我们遇到了一个机遇 遇到一个机遇呢 就是格兰苏史克莱 因为我们做艾滋病这个项目有点名气 所以说呢 他们本来是在国内寻找做艾滋病这个机构啊 来来做他们的社区艾滋病的防治项目啊 找了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团队的优势呢 就是我们的英文特别好啊 又在国际组织呆过 所以他找来找过去就联系到我们 然后呢 我们就成功的说服了他们 那么把这个以艾滋病社区艾滋病防控的这个项目升级为女性啊 社区的这个妇女健康啊 妇女健康的项目啊 更广泛一些 因为什么呢 我们我们了解在这个城市里艾滋病的这个当时的发病率还还不是特别高 也不是社区的优先问题 那么但是妇女的健康问题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呢 谈下来了 这个是西土的第一笔大大额的支柱 那么是300万啊 300万 那么当时我们总共的这个年收入还不到100万啊 就有一笔300万的这个项目 那么当然这个项目呢 开始就显得比较大啊 那么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中国预防医学会啊 来做合作伙伴 然后呢 我们是执行机构啊 是这么一个安排 但是呢 这个 这两个机构呢 其实当时这个中国预防医学会呢 正好有盖茨项目 它都是几千万的项目 它也看不上这个几百万的项目 所以再加上我那儿有朋友 所以我们一说呢 最后他们是名义上参加了 但事实上是新土在做这个 这个项目是在社区从建立新市民生活馆开始 从此真正的开启了这个新土以社区为中心的健康促进的方法 一系列的实践都是在这三百万的资助之下探讨出来的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明天我们再继续讲 这个GSK的项目 到底对中国的这个社区健康促进 以及对我们新土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谢谢 谢谢